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 四名親屬和三名商人涉嫌串謀貪污及行賄案 繼續在初級法院聆訊 首名證人前土地公務運輸局 公共建築廳廳長巢樹行作工時指 大型公共工程家評標條分指示 是來自前公務運輸局副局長陳漢傑 但卻沒有聽過陳漢傑說 會將評分初稿交給歐文龍查閱 李賴常報導 現在是公務運輸司司長辦公室顧問的 前土地公務運輸局公共建築廳廳長巢樹行 是案件首名證人 巢樹行說大型公共工程批給的評分初稿 包括得分排名但不包括任何建業 在澳門丹和理工學院體育館 兩項工程批給的評標過程裏 得到前公務運輸局副局長陳漢傑指示 說要特定的承建公司中標 但就沒有聽說過陳漢傑說 會將評分初稿交給歐文龍查閱 陳漢傑更加吩咐 需要分別將新明輝 和中鐵建築分數調度最高達至中標 接著他會將指示傳達下屬 分數調整之後再讚寫正式的建議書 這個時候評標委員會的成員才會簽署作實 之前委員都不會在評分初稿上簽名 曹雪恒說陳漢傑是單獨跟他兩個人作口頭指示 指示過程並沒有第三者 經過法官盤問曹雪恒承認 知道條婚的做法不合法也不對 不過同志之間都沒有提過這件事 他也從來沒有質疑上司為何這樣做 並且多次強調他只是負責傳遞上司的條婚要求 給下屬知道 當任職公務運輸司司長辦公室顧問之後 就再沒有做傳遞指示的工作了 又說自己任職顧問之前從來未接觸過歐文龍 曹雪恒說回歸前未出現這種條婚的做法 在回歸一兩年之後才有 他也沒有聽說過有評標委員會成員 因為覺得條婚做法不恰當也